下面那張圖不要理它 下面那張圖不要理它 我多畫的 你只要管上面這張圖就好了 這樣就要告訴你 井水的水面高出地下水的水面高出地面 就會形成泉水 地下水的水面高出地面 如果地下水面在這裡 這裡就會有水一直流出來 自然泳出放泉水 泉水不要挖 泉水又會自己流出來 泉水不用挖它會自己流出來 所以就上面這個圖 告訴你說這裡 地下水面高出地面會有泉水 因此舊課本有一張圖 這張圖是舊課本的圖 然後呢老天爺下雨下下來 往下裝裝滿的叫飽和袋 沒裝滿的叫不飽和袋 中間有個地下水面 要挖到地下水面才有井水 所以以前考試就 考試的時候就會問你說 我們去挖它 在這裡挖 要挖多深才會挖到井水 要挖這麼深才會有井水 有人會這邊寫上幾公尺幾公尺幾公尺 他就問你說要挖多深 以前賴黃酸師考過 挖多深 OK 然後呢再來 這個地方叫做 地下水面高出地面會形成什麼 泉水 會形成泉水 就在圖的意思 告訴各位這些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們想說 地下水的補霜靠誰 靠雨水 靠雨水嘛 就靠雨水 那麼考試就寫雨水就好了 好 然後水雨呢 下雨下的多 地下水面就會高 下雨下的多 地下水面就會高 下雨下的少 下水面就會低 那到底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地下水面的高低 這個以前考過 有四個因素 有兩個因素可以直接畫圖 有兩個因素用畫圖很難表 是要文字說明 第一個叫做 氣候條件 雨量多不多 這個很難用畫圖來表達 雨量多不多 所以用寫的 這個呢 連雨量500公里 那個呢 連雨量呢 2000公里 那誰地下水高 2000公里的高 這個意思 所以呢 氣候條件 雨水多不多 這個很容易用畫圖 畫兩張圖 一個比較平 一個比較陡 波度比較平的 雨水容易滲進去 地下水面高 波度比較陡的 水容易流失 地下水面低 所以我就畫了圖 一邊比較平 一邊比較陡 問哪邊地下水面高 比較平的那邊高 OK 地表值一 有沒有樹 有沒有草 植物會幫我涵養地下水 所以這裡如果有種樹的 所以如果有種樹的 地下水面就很比較高 沒種樹的地下什麼樣子 畫個圖 左邊有種樹 右邊沒種樹 請問你誰的地下水面高 有種樹的地下水面高 好 再來 岩層孔隙 這個也很難用畫圖來表 像是寫的 好 砂岩 砂岩的孔隙多 所以可以儲存地下水 葉岩因為可以都很細小 黏得很緊密 所以叫做不透水層 沒有辦法儲存地下水 所以可能就跟你畫圖說 我左邊是砂岩 右邊是葉岩 請問你哪邊有地下水 還是有砂岩這個 所以呢 第二項跟第三項 可以直接用畫圖 來問你說 誰地下水高 誰這樣誰想 第一項跟地下水高 要靠文字 要寫文字住民 才會想的 就這樣 了解一下 知道就很直覺 這有人考過 我就請你畫畫圖 看看 如果你說哪邊地下水高 看看有沒有樹 坡度是平的還是緩的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我們的影響因子 可以嗎 可以